中国菜,异地理和历史的发展可分成八大菜系 分别是鲁、川、月、敏、苏、浙、香、灰 鲁菜是山东菜 宋朝以后,鲁菜成为北方代表菜 对北京、天津等地的烹煮技巧和发展影响很大 也是八大菜之首 山东地处半岛,三面环海,四季分明,物产丰富 鲁菜的清汤色清而鲜,奶汤则色白而纯 著名的菜还有糖醋黄河鲤鱼和九转大肠 其中,九转大肠是曲道家九转金丹反复提炼的寓意 用来比喻这道红糟大肠繁复细腻的烹调过程 川菜发展于四川 因地处盆地,闷热,湿气重 吃辣可助长食欲,帮助排汗 因此使用辛香料入菜 特点是油重、味浓 口味离不开辣椒、胡椒和花椒 川菜最擅长将调料综合搭配 名菜怪味鸡块,就是咸、甜、辣、麻、酸、香、鲜、七味俱全 又不互相抢味,形成特殊的味道,所以称怪味 另外像麻婆豆腐、公保鸡丁都是家喻户晓的川菜 粤菜是广东菜 最大的特点为花款多、味道鲜 广东地理位置尖离海边 有非常丰富的农业和水产资源 因此强调烹出自然鲜味 常用清蒸、也爱煲汤 像是老火晾汤、包森赤肚、烤乳猪都是著名的广东菜 闽菜起源于福建闽侯县 特点是色调美观 滋味清鲜 由于福建地处东南沿海 因此多以海鲜为原料烹制各式菜肴 闽菜有佛跳墙 太极明虾